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这个视频 我们来聊一下葡萄牙对苏格兰这一场比赛啊 上一场葡萄牙对战克罗地亚的比赛呢 是葡萄牙先进了两个球 特别是第二个进球呢 非常的关键 在整个足堂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是罗纳多啊 西罗打进的职业生涯第900球啊 也是人类的奇观啊 纵管这个就是说贝利有打进1000球 但是在现役或者说近年代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没有人能够做到900球的 况且就是说西罗在获得踢进900球的前两天呢 是就是前两三天吧 这个欧冠抽签仪式上呢 也是特别给西罗帮发了一个特殊奖啊 就是欧冠的特殊奖 给予他在欧洲足堂的一个定位吧 然后这第二个球 呃 进了之后呢 啊 西罗也是冲向这个就说 呃 草坪 然后跪地啊 祈祷或者说是感恩的那种要谦卑的呃 表现啊 啊 西罗这个球员还是非常伟大的啊 是不是 呃 在很多的困难的前提下呢 就是呃 一路前行啊啊 就非常的坚持啊 有毅力 好吧 各楼店后来帮 帮回了一个球呢 呃 结果啊 也是在下半场阶段呢 把莫德里奇换下去 那么莫德里奇跟西罗之前都是黄马的球员啊 而且莫德里奇也获得过 呃 足球先生的称号 所以呢 呃 双方就说莫德里奇跟西罗这样的对比的话呢 西罗一直保持这个高强度的竞技的状态 特别是身体数字啊 这要归功于他比较自律的 呃 饮食跟呃 持持语言的锻炼所以呢 呃 最终呃 克罗蒂亚是2比1 呃 输给了西罗的这个普达亚球队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这个苏格兰这边啊 苏格兰他是呃 上一场比赛 也同样先落后两个球给波郎啊 然后啊 第二个球也是来往托夫斯基进的啊 就是后来呃 苏格兰呃 帮平了比分啊 在 在比赛的末段 帮平了比分2比2的比分 结果呢 啊 波郎啊 在 补食的阶段呢 绝杀了这个苏格兰啊 这个双方之间获得五个进球啊 普达跟克罗蒂亚也是获得了三个进球 那么能够说明什么呢 就是 呃 能够说明呃 苏格兰他并不是一个软肋啊 并不是于男啊 也是有强度 有对抗性 或者说是能够进球的球队 他唯一的这个 就说污点呢 就是对德国的这一场 呃 五比一的 呃 这个大比分的输球 啊 其余的话 苏格兰还是 呃 非常厉害的啊 那么对战葡萄牙的话 其实葡萄牙啊 也需要胜利 可是苏格兰啊 更希望胜利 因为苏格兰他 呃 继续在争取一些东西啊 包括这个一些名额上啊 所以双方会比较硬的去对抗 去对碰啊 这又是一场比较好看的比赛 呃 但是因为主场在葡萄牙 而且 双方的实力呢 还是有差距这样的情况下 呃 让我们继续来看好 呃 葡萄牙可以在主场 获得胜利啊 比分的预测是2比0 3比0跟3比1好吧 谢谢大家